一个人唯有强大 才有选择的权利 才有被重视的资格 才会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反击 你是否曾经经历过 满腹委屈 伤心流泪的时刻 就如同对人性失望的 刚刚步入社会的毕业生 觉得天底下尽是落井下石的人 可是 对比着自己与很多人的从前与现在 发觉每个人的生命 在未来三年四年五年或者十年时间里 都会因为自己的努力 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 我也同样 悟出了这样的道理 你弱的时候 坏人最多 要知道 没有人会去敬仰一个弱者 强悍 会让你变得更加尊严和高贵 在我们人生不顺利的时候 真心的和善良的人会帮助我们 但是也不乏 趁人之危 和幸灾乐祸者 脆弱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努力站起来 人生当自强 自己强 比什么都强 脚下的路 没人替你决定方向 心中的伤 没人替你服药疗伤 风雨人生 没人替你成长 经历多 懂得才能多 为人处事 没人替你颠量 越人多 见识才能管 永远记住 依赖他人终归不靠谱 自己要强才是真实量 与其仰视别人 不如真视自己 与其忙碌跑龙套 不如自己做主角 自强自力 用能力说话 才不会被别人践踏 自尊自爱 以豁达于人 人脉才能锦上天花 有的人做了很多事 却受不到大家的肯定 有的人做事不多 能力不强 却见植物在上升 没有办法 不要看不惯 社会本来就是如此 苛责没有意义 也改变不了什么 反倒是 要多反思自己 要想不被狼吃了 就要练就一身打狼的本事 无论你走到哪里 狼是不敢吃你的 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 因为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 而是相对的公平 当在一个天平秤上 你得到的越多 也必须比别人承受的更多 感谢您的收看